5月12日,随着山西省最后一例新冠肺炎境外输入患者致于出院。截至目前,山西境内外的新冠肺炎患者实现动态双清零。 当日下午出院的35岁男性患者林先生,于莫斯科时间4月5日下午6时45分,乘中国国航CA910由莫斯科飞往太原,入太原市中心医院隔离点隔离。 查验柿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为阳性,4月7日转入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。 入院后,医院给予其抗病毒、养疗、激素、中药、人文关怀等对症治疗,尤其是运用了有山西特色的肺脏脱水治疗。 患者新冠肺炎症状很快消失,4月22日胸部CT显示肺部炎症基本吸收。 配合这个应该是不错,它心理阻止还比较好,像这次吧,就是我们也是延续了上次就是本土病理的这个治疗方法,就是比如说我们山西医生独创的这个脱水治疗,就是把那个肺部,对吧,生出来的水,对吧,尽快地通过就是药物把它脱出来,像这种就是这次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。 5月11日、12日,患者间隔24小时连续两次咽试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,胸部CT显示肺部炎症完全吸收。 12日下午,经过省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会诊,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患者符合出院标准,于当日出院。 出院后,患者还将在定点隔离点康复休养14天。 那么他的这个出院了,也预示着我们就是山西市。 这个输入性病例,应该是动态清零了,也预示着我们就是输入性病例的净不净障,取得了间断性的胜利。 下部我们也按照这个要求,就是外方输入,内方反弹,要进入一个常态化的这么一个防空状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穿amientos